本该有着大好前途的周杰 却在经历了两次重大事件后销声匿迹 2004年 先是明星如的一具强吻事件 直接把周杰推上了风口浪尖 之后更是多次被传出在剧组公然耍大牌 然而以上这些或许还并不足以让周杰退圈 直到2008年周杰被爆出了大保安事件 此事件一度让周杰的事业一落千丈 而紧接着在2009年 周杰又被爆出了车祸逃逸事件 而也正是此事件的爆发 却让周杰从此在演艺圈中销声匿迹 虽然周杰在多年后 对于打保安事件和车祸逃逸事件 均做出了澄清 然而却已经为时已晚 或许当舆论达到一定程度时 便没有人再去关心事情的真相了 但是网络说 我为什么逃逸啊 周杰为什么逃逸 为什么没有人追究啊 为什么不追究 不管去事情谁对谁错了 他就管你为什么逃逸 我没有逃逸啊 其实周杰为何没有在事件发生后的 第一时间做出澄清 他也曾解释过 我本身就是一个很懒的人 那你想我还要麻烦的再去找记者 好像还要求人家 甚至还要花钱 我想算了 而现如今的周杰 不仅在东北承包了上千亩的土地来种植大米 而且还被爆出在法国有一间私人酒庄 不仅如此 对于慈善事业 周杰也一直在默默地付出 不得不说 本该是一位前途无量的优秀演员 却最终成为了一名优秀的企业家 对此大家又是怎么看的呢